今早的AT各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騰訊700 簡選原因是 今個星期多隻新經濟股 例如阿里巴巴、騰訊、京東和網易都會公佈業績 業績將會左右住大市表現 股份適宜留意騰訊 根據彭博綜合勸商的預測 騰訊第三季經調整的盈利介乎326億至443億 較去年同期增長1%至37% 中位數是399億 增長冷乘4 期內收入預期會上升11%至1500億左右 走勢上 騰訊近日升穿7月延伸以來的下降軌 短期如果300元關不失 可以在該水平撲入 目標先看330元 否則可以撲低於290元以下吸納 跌穿10月份低位282元便適宜減辭